再一次 再一次 39歲NBA球星 拉伯恩詹姆斯 證明自己飽到未老 他所率領的 美國夢幻籃球隊 在巴黎奧運四強賽 打敗塞爾維亞 晉級金牌戰 這場比賽 詹黃也繳出大三元好成績 共拿下16分 12籃板和10次駐鉤 他在奧運殿堂 兩度完成大三元記錄 也成為史上第一人 另外Steven Curry 這場比賽表現也可圈可點 全場轟進9顆3分球 狂砍36分8籃板 加上杜蘭特的穩定發揮 才幫助美國隊 拿下金牌戰門票 美國隊雖然有三大天王領軍 但四強賽贏得相當驚險 前三截打完 還以63比76落後 由當季MVP Jokic 領軍的塞爾維亞 美國隊直到最後一截 才發起攻勢 以95比91逆轉獲勝 分析塞爾維亞這場比賽 其實有三大致命傷 分別是第四節三分球 集體熄火 九頭零中 還陷入犯規麻煩 第四節不到兩分鐘 已出現三次犯規 最後也擋不住 美國隊球星 單打硬結取分 而美國夢幻南籃順利晉級後 等於又要重演上屆東京奧運決賽戲碼 與法國隊爭奪金牌 這次地主法國隊恐怕還是不太好打 因為當中有NBA馬刺隊新星斑馬 和年度最佳防守球員 灰狼隊中鋒戈貝爾 這兩人一人身高226公分 另一人216公分 將成為最難突破的禁區雙塔 加上國際籃球總會 也沒有防守三秒唯利規則 等於將進一步提升 法國隊的互狂優勢 另外NBA這幾年陣容 更加國際化趨勢 也幫助其他國家的隊伍 縮小實力差距 先前NBA曾公布2023到2024年賽季中 國際球員達到創紀錄的125人 其中來自加拿大的有26人 法國居次有14人 若在攤開ESPN Fantasy 根據現階段戰力所做的 2025NBA五大球星榜中 從第一名的獨行俠一哥 到第五名的公路隊字母哥 通通不是美國人 一些高手分散各個國家隊 也提升奧運賽事的可看度 不過對沾黃而言 當然還是想在最後一次奧運參戰中 再添一面金牌 這場美國法國南藍大對決 將與台灣時間11號凌晨3點半 正式開打 編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